紧接上期视频 康特在阿祖法的鼓励下 开始外出寻找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支付土地的余款 更是为了给家庭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安全的未来 在附近 康特四处奔波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哪怕是从一个小孩那里得到的信息 当他遇到小孩哥时 康特没有因为他的年轻而忽视他 反而认真地询问了工作的可能性 小孩哥的回应给了康特一线希望 他按照小孩哥的指引来到了建筑楼 那里大叔正在寻找帮手 康特礼貌地走向了坐在那里的大叔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希望和期待 向大叔介绍自己 表明自己愿意做任何工作 并且拥有一辆卡车 可以为工作提供额外的便利 大叔抬起头 看着康特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审视 康特的诚恳和热情似乎打动了大叔 他点了点头 表示他正需要人手 大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宽慰 他告诉康特 他愿意支付报酬 并且需要康特帮忙处理倒骨 你们都说进口的洗衣液贵 今天阿东就给大家带来福利 这款山姆超市同款的英国进口洗衣液 只需要59块9 足足到手6大桶 18斤 这可是进口的植物机配方 没有荧光剂 零添加 洗完的衣服一整天都是淡淡的花香 衣服还特别柔顺亲肤 厂家现在充销量 趁便宜赶紧入手吧 阿东已经上架出窗 康特在大叔的指导下 逐渐熟悉了处理倒骨的工作 他向大叔表示了感谢 并迅速投入到了工作中 他的动作迅速而有力 烈日下 康特的身影在忙碌 这是已经苦差 但是他也没有任何怨言 他知道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取报酬 更是为了给阿祖法和孩子们 一个更好的生活 康特和大叔找到了片刻的休息时间 康特打开了话匣子 开始向大叔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 但更多的是对家庭的深情 和对未来的希望 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 谈到了新生的女儿 那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 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责任感 他也谈到了在家中等待的妻子 阿祖法 他的坚强和勇气 让他感到骄傲 也让他感到心疼 大叔静静地听着康特的故事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和同情 大叔静静地听着康特的故事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和同情 在康特讲述的过程中 大叔没有打断 只是时不时地点头 表示他在认真听 听完康特的故事后 大叔给予了康特温暖的安慰 大叔的话语充满了鼓励 他告诉康特 生活总是充满挑战 但只要不放弃 坚持下去 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康特 困难只是暂时的 只要他们保持努力 总有一天会看到希望的曙光 随着夕阳的余晖洒在工地上 一天的辛勤劳作终于画上了句号 大叔看了看天空 然后转向康特 示意他可以停下手中的工作了 大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现金 他仔细地清点着树木 他告诉康特 这是他今天应得的工钱 然后还额外给了康特一些小费 这突如其来的慷慨 让康特感到非常欣慰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大叔的感激 康特知道 这些钱对于他和家庭来说意义重大 他不仅代表了他一天的辛勤劳动 得到了回报 更是对他努力和坚持的认可 大叔的小费 更是对康特工作态度的一种肯定 康特向大叔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他知道 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他收入的来源 更是他自尊和自信的来源 他向大叔承诺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大叔需要 他都会全力以赴 回到了工地 阿祖法让康特拿出家里的积蓄 康特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今天工作赚得的报酬 他们的表情严肃而认真 康特和阿祖法深知 这些钱对于他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他们讨论着今后的开销 每一笔支出都必须精打细算 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日常的生计 更是为了能够拿回这片土地 他们必须努力挣钱才行 不然是没办法拿回这片土地的 到时也没法和莫森交代 母亲就会更加咄咄逼人 就是这款大品牌洗洁精 厂家为了充销量 现在19块9到手三大瓶还包油 去油效果强 还温和不伤手 它是从西游里面提取的植物精华 还特别添加了小苏打 还可以直接清洗瓜果蔬菜 最主要的它还是一类的呢 以后洗宝宝的奶瓶餐具就用它了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趁着优惠还在 赶紧选购吧